凤凰 他已经决定要死 剩三年的时间 管久没有 要蜜条 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闯进你的生活 偏偏公子温润如意的吴克星 是画牢 周子舒去哪他就去哪 周叔没想到我们又有缘相聚了 我一直跟你待在一块 陪你喝酒陪你聊天 然后陪你去出生入死 慢慢地就建立了一种很牢固的友情 最难的应该是在他的内心期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又重新给了他希望 他很开心 因为他在争命的最后段时间 找回了自己的知己 先干为敬 其实对于温克星来说 从小到大 除了父母之外 温暖他的这么一个人就周子舒 周子舒就是温克星生命中唯一的光吧 大家辛苦辛苦辛苦 三二一开始 他这个人刚开始太冷了 接触下来 是妖性补偿 吃你的瓜怎么办 就没有最棒的 龚俊本身性格他就闷闷的 然后也不爱说话 原来他是装的 拍到越到后面我会发现真的收不住了 华诗老师表演 一哥 越来越有温克星的那种 胡扯瞎吹的那种感觉了 现场有那个打地钻 然后摄影师说怎么拍啊 没办法拍 公司摇摇扇子 唉 我那个四季山庄二期正在装修呢 等见好顺路 张老板 加工资啊 记得 阿湾 加工资 说 抖 闻 Day 天